翻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翻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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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總製長還有委會的代表 大家好 今天大家會來出席 這樣子的呈作塔 就會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對我們的 加入社會的整體的空氣品質 到現在之前的 擺定用面子 撤片 撤圓 或者到現在的細血圖 有像大家對家喻室的風氣品質 其實它衍生後續健康的影響 我想大家都是非常關心 才會來看它這個做法 那其實大家其實在剛剛兩位以後 代表他們其實也都有非常清楚的醫療 說其實在家喻室來講的話 我們當地的污染 其實相對來講是非常的單純 我們沒有子比較大型的污染產業 那其實我們就會受到中部 在冬天的時候會吹冬的季風 所以我們就會受到北方的污染影響 就包含六七那邊 但是我說是在夏天的時候 可能吹南風的時候 我們就會受到我們南部地區 在高雄那邊的污染影響 那其實這個在寶寶寶雪 或者是我們家喻室之前 有進行我們P2給我們產生分析的報告 其實都可以顯示出來說 我們家喻室其實受到我們所謂的境外污染 當然境外不一定是指台灣海島之外 可能受到我們北部縣市 或者是南部縣市的影響 而這樣子的比例值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十 所以其實家喻室在我們 系權活力二世野生污染物 所受到的影響其實非常大 那其實我們也相信說 其實從環保署開始執行空氣污染管 直到現在 我們分析整體的 台灣的東部跟西部的空氣品質 當然東部的空氣品質 比西部還好 那如果說以西部的空氣品質 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網路執行長也有很明確指出來 就是從北到南 空氣品質越來越高 對所以如果以空氣區的概念來看的話 那當然就是高頻空氣區是最差的 然後再來就是以加南的空氣區 那其實我們從九十三年到一百十二年的研究 也都有這樣子的顯示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 就是我們如果是以各縣市自己來比較的話 可以發現其實在我們 雲加南空氣區的這四個縣市 如果是從九十五年到一百十二年來看 你們會發現說 在空氣品質不良日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是有改善的趨勢 當然就連我們 就以我們家醫師來講的話 我們從九十五年的不良日是三十日 到一百零二年的話 不良日是六至 那當然我也承認說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目前用的指標是PSI 那當然這個指標是沒有把 P2.2.5納進去 對這個這也是既定的事實 但是如果是從我們整體的 PSI的不良日來看的話 其實在整個台灣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有進步的趨勢 那我們保守在一百零二年 訓練這個P2.5的標準 那其實剛剛在網路直擊傘 也有講到說 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自動站 它可以顯示即時的監測值 但是如果說 要反應到我們的標準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會用 以人工採量的方式為準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要打一個折扣 那當然說這個折扣 每一個縣市會不一樣 因為其實自動站來講的話 它要反應即時的監測值 但是它在分析的過程中 它會受到水氣 或者是一些其他污染 會有干擾的影響 所以那個的話 只能讓我們大致來判斷說 因為現在的學國力的 整體的趨勢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 你要跟我們的標準值 來做比較的話 讓我們會以人工測這樣比數 那以嘉義市的話 我們去年度有進行 人工站跟制度站的比對 那比對出來的話 我們要做一個係數的換算 大概是會乘一個0.68幾 對 會乘一個0.68幾 那當然這個值 每一個縣市都不一樣 那我是研究我們嘉義市 因為我們嘉義市的話 其實有放一個人工測站來做比對 但是它放置的位子 跟我們的制度站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人工站的測試 來做我們初步的比對 那當然說 我們如果說要及時知道 細學國類的影響的話 我們會看制度站這樣子的蓄勢能力 因為人工採樣 剛剛數據出來之後 可能大概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會以整個制度採樣的監測值來大概的判斷 那其實我們也從剛剛兩位的報告 或者是一些相關學者的研究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在整體的台灣人員 目前P2.5的標準值的限制其實是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整體的P2.5的管制 其實還要有更多的心理來做管制 那其實P2.5它有很多是區域性的影響 那這對區域性的影響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跟地方環保局跟中央環保守 目前的分工的趨勢大概是 區域性的影響的話會由從環保守邊 統一地域相關檢測 譬如說在固定污染加盈排放標準 這個就是屬於大尺度的管制的政策 所以這個的話就會由環保守的地域相關的 排放的標準加盈 或者是一些相關強制性的譬如說 我們才有這個管制標準加盈 利用這方面來整體P2.5 比較主要性的污染魚 那如果說以我們當地會產生的污染魚 就譬如說像燃燒的過程 會都是P2.5的貢獻 譬如說像現在是七年節期間 我們就有在宣導說 不要燃燒之前 我們統一由環保守來處理 或者是採用抵抵帶精 或是抵抵帶精 這樣子的方法 或者是我們今年度就有在 福利泰化擋舊的機車 改用低污染的車輛 這個的話就是貢獻在我們自己本地的污染 可以採取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另外剛剛前醫師也有提到說 目前環保守的話是用PSI當作指標 那至於說因為AQI的話 它是特別有把P2.5這樣子的項目把它放進去 那這個的話環保守來處理 其實在有關於就是用AQI在縣服裏面 環保守在今年7月份會提出相關的病例的期程 所以它這個其實從年初九開始的考量 它們規劃是7月份的時候 會提出相關的規劃的期程 但是我們就是會依照環保守統一的作法來做 那另外剛剛余醫師還有提到就是 在我們緊急應變的部分 確實我們在102.0的應變我們主要是PMI 或者是我們目前有管制PMI 或者是湊染這樣的軟路連續 但是以假衣室而言 在今年度我們有把P2.5 納進去我們通報的一個機制 所以只要是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查詢 我們5點到7點的這樣P2.5的固執 那它如果超過多少的話 我們就會啟用應報的機制 我們會通知我們下去的交易 職位所屬的學校 會啟動一些緊急應變措施 譬如說減少戶外防凍 或者是提醒音樂那邊要提醒 比較高密感性的局局 要做好自己的保護工作 所以這個在我們103年的時候 在我們不良的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有把P2.5的固執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簡單介紹